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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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委台帚 米的春分 我們繼續看 739項 那麼今天 是由後面第四月才開始 那麼現在這裡要進進 演戲的第五的內容 我們了解說 在頭前680項 那麼要選擇演戲的動力進行 米的菩薩 他修身先跟我們說出一段紀元 那麼這段紀元也標示說 演戲整個的內容 以分作九個部分來解說 那麼現在就是第五個部分 就是要來跟我們探討 這個演戲 以處理方面相關的問題 這樣 演戲有十二字 就是無名形 那一字呢 還在最後生 還在諾數 那麼這十二的 他為什麼 要做這種處理的擺裂 那麼現在這裡呢 就是要來探討這個問題 就是要來探討這個問題 首先 問 要來探討這個問題 請問 在什麼樣的演演戲 表情 表情是說 沒有什麼樣的理由 那麼今天這始終 在為我們選擇演戲的動力的時候 這個無名開始頂頂 那時到最後的諾述 這主優姬 這個姬呢 就是部分的意思 部分 因為元氣分作才字的部分 那麼每一個部分呢 定義說 它都總是元氣其中一個內容 譬如說無名 它是元氣的第一字 第一個部分 一直到最後諾述 它呢也是元氣的其中一個部分 所以呢 它是屬於最後的字 那麼無名頂自由字 就是說無名頂頂再十二字 要尊教這種的處理為我們算算的 因為我們要了解 佛它在境中 它說無名元興 興元性 那時呢 到最後就是生元諾述 它做這種的擺裂 佛在境中 為我們這樣算算的時候呢 其實它就是做這種處理的擺裂 那麼是什麼樣的原因 佛在境中 它要尊教這種處理 為我們算算元氣的動力呢 所以修仙就提出這個問題 那麼下面的就回答 答 自無七仗 要先無意 所用迪述 出著以臂 發起下行 現在 要來跟我們回答 說這個理由 那麼修仙人要了解 這一切無七仗 就是說反乎 反乎呢就是無七仗 這樣 因為無七仗 所以呢 這就是無七仗 這個無七仗 有無七仗 有無七的反乎 它最受限 一定要對有這個 所用迪述 有無七 有夢別 這個所用迪述呢 就是這 這個無中間 包括細間 包括出細間 這些一切的屬立 就是包含在 所用迪述 意思呢 就是說 這些一切屬立 都總是我們 所用迪述的 所以說 就是所用迪述 那麼今天 我們有夢別 無迪述 那麼這叫做 無意 所用迪述 簡單說 就是我們最受限 有無七 那麼這個無七呢 讓我們對有 這一切所用迪述 這一切屬立 無明別 這樣 那麼 那當時會怎樣呢 就是會在這裡發起 下行 我們如果是說 沒有夢別 我們就不會發起下行 那麼 因為最受限 就是有夢別 對有這些屬立呢 種種 無人性 無料地 那麼那當時呢 不才發起下行 就是有電動 這樣 都做這些種種的 無順 真理 的 事情 所以最受限 就是無料地 那麼會發起下行 所以這段呢 簡單 就跟我們說 這叫做無明迪述 無意 所用迪述 這就是無明 那麼有這些 發起下行 這就是行 所以就是無明迪述 所以就是無明迪述 這有一個變形 這有一個變形 的關係 因為我們 對所用迪述 無料地 不才有處 來發動下行 就是這個意思 那麼我們看主概 自無七者 自發起下行者 為憲法中 明色為緣 六處生起 這就是 是明明迪述 是明迪述 他這呢 跟我們 改說 什麼叫做 揪述述 就是 在現在的 個部隊當中 那麼 明生為緣 六處生起 六處是什麼呢 就是六金 簡單說就是六斤 這個六斤要生氣 最受限就是要以這個名色作為原 什麼叫做名色呢 我們以前其實也有學習過 就是說我們中生最初去受限的時候 去倒台的時候 我們就得到一個新的胳膊 這個叫做名色 以我們認得的中生來說 當我們的胳膊壓制 是胳膊跟別母的情緒結合 那時候開始就是名色產生 那麼這個名色產生的漸漸 在胳膊當中 這樣整整到最後六斤出現 那麼這叫做什麼 這叫做所應敵俗 簡單說 簡單說就是說 今天這個所應敵俗的指什麼 就是指我們的胳膊體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我們的胳膊體 因為今天我們中生的 直接有關係是我們主機的胳膊體 那麼我們最初對於有這個主機的胳膊體 有胳膊 這種胳膊叫做什麼 這種胳膊就叫做無名 這樣 因為我們移植在這個胳膊體 這個胳膊體是我們的移植 這個胳膊體 還有我們也是盤人的胳膊體 我們也是人生的胳膊體 不過我們這個人生是有電腦的 是不正確的 所以這種就是無名 所以他所說的無名的一個對象 就是我們主機的胳膊體 所以當時無氣出現 這樣 那麼不斷不敵 顧面為無 什麼叫做無呢 我們無法斷渡 這個六處的生氣 我們無法了解人生 這個六處 六處生氣 當然這也是由過去的煩惱 過期有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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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也是無名的現象 那麼我們沒有斷渡 所以將來的六處就會生氣 那麼他一旦生氣的時尊 我們要了解 我們對有這個六處 也是還沒有了解 所以這叫做什麼 這就叫做無 這就叫做無 就是對有這個六處 生氣 對有這些所應的事 我們不斷不敵 這就叫做無 由是六處 名為無名 因因因因因處 所以給大家了解 這個六處呢 就是無並 無並 因法的以致fang 無並物 번是什麼 Plaza 無名就是陰陰 我們之前有學習過 這個陰分這兩種 一種是陰陰 一種是性陰 無名 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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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 那當時就是分出這個經濟 這個經濟是我們未來哥保體的主因 那麼最初是由無名作業 還知道它陰發出來這個經濟 所以無名形這就可以叫做陰陰 那麼這個經濟一旦去讓我們陰發出來之後 一直到重來 一直到重來 愛言處 處言有 有這個愛煩惱 處煩惱的主人 那麼讓這個經濟有能量 可以得到重來得到沒有 那麼這個愛處就是性陰 所以無名就是陰陰 這樣 無名跟形是陰陰 那麼愛處是性陰 這就是兩種陰的差別 當然這個部分 我們頭前也有學習過 所以它才跟我們說陰陰 就是無名這種陰陰的遺跡 無名為甚麼會出現 因為有陰陰的遺跡 因為有陰陰的遺跡 出現 當然這個意思呢 並不是只有陰陰的生氣 我們的無名 不是 就是說 當我們面對陰陰的時尊 面對我們這個胳膊的時尊 我們不斷不低 所以無名就是有陰陰的遺跡 我們對有陰陰的遺跡 所以無名就是有陰陰的遺跡 這叫做甚麼 這叫做無期 那麼 由這個角度來說 六處就是無名的遺跡 就是說我們無名的 當然它要現去 也是要有一個緊固嘛 就是緊固說 我們對有這個高保體 不斷不低 就是這個意思 那麼如下角度分散 這方面的道理呢 就在後面 五十六關那些角度分所說的 我們可以參考 再來呢 泡、孝、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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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什麼叫做尾性呢 包括尾性 包括尾尾性 包括尾尾性 還跟尾尾性 這三種的 这東西叫做尾性 為什麼呢 因為它可以因法庫 這樣 這三種的形狀都可以引發出苦鬧 可在他本身並不是解開的境界 這個我們頭前也有說過 今天我們無名的就是對有這個歌不替 沒有人性、沒有料理 那麼不太有趣來發動種種的形狀 就是苦鬧的境界、苦鬧的歌不替我們是無料理的 我們就會做這個非奉獻 做奉獻 將來就得到這個三億多的歌不替 再來呢 如果我們對人天這種的俗性的歌不替 如果我們沒有認識它的真實上 那麼我們就會做善獻 就是他會做這個不動言 阿祇獻將來就得到人天的善報 這樣 不可以讓大家了解 不管在三億多也好、在人天也好 這中級究竟呢 通常是給我們苦鬧 中級究竟呢通常是因發展的苦鬧 不管在三億多也太苦 到人天呢,其實我們要了解 這個歌不,它是由煩惱、由我們的賊所因發的 煩惱、賊 當然騎台出世間的角度來說呢 它究竟的也是戰爭的 也是無情情的 所以在中的結果呢 必定也要苦 所以福業 將來呢其實也是因發展的苦 比如說我們做福業 將來讓我們得到快樂 不過呢這個快樂是無償的 這個快樂呢 背後是有苦鬧的 所以呢 我們要了解 最後總是他們發酷 還有呢 他們這本身都不是解脱 所以今天我們在世間 如果是以世間的角度 在背成立、在背不動立 當然這個成立和不動立 驅在世間的角度來說呢 是好的 是鮮的 是清爭的 不過呢 那是騎台出世間的角度呢 就不是 它是有問題的 所以呢 隆重叫做社行 隆重叫做社行 為什麼呢 因為它隆重是由無名因法的 這樣 所以第一端呢跟我們講 就是要對有 加一切所應敵術 有無氣 有膨脖 那麼不再會發起社行 所以第一端呢 就是無名因性 再來呢 有社行果 靈心電動 這第二端 就是跟我們講 形因性 就是有社行的願果 當我們做作 好驅 非好驅 還有不動立 的時候呢 那當時 就讓我們的心 電動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心電動 就是說心 參性變化 這樣 因為我們在做驅的時候 我們要了解 一切驅 都總是社行 包括生驅 包括惡驅 包括不動驅 這些一切驅 都總是社行 那麼我們的心 那當時呢 它是當多多的 我們在做驅的時候呢 心是當多多的 所以心呢 它就受到這個社行 所影響 不再說叫做電動 這個所有的心呢 當然就是只要怎麼認識 我們在做驅的時候呢 怎麼認識 它是當多多的 不過我們做的驅是社行嘛 不管生驅、惡驅、不動驅 都叫做社行 所以呢 心受到社行 所影響 這個就是心電動 特別我們要了解 我們做驅的時候呢 它在那個 這樣驅是 混濕 混濕 混濕出這個驅情 生驅的驅情 互驅的驅情 還有在不動驅的驅情 那麼 我們的驅在 混濕這樣驅的時候呢 就讓阿奶驅情 參行變化 這樣 本來這個阿奶驅 在我們做驅前 是沒有經濟的 不過做驅的東西 就開始混濕 一直到做驅之後呢 經濟參行 就是受到這個社行 所轉變 所以這個呢 也是心電動的意思 心受到社行 影響 然後呢 參行一種變化 然後呢 中心 又現起 這個就是靈心電動 所以這段 就是形 演性的意義 再來呢 心電動 過 結性 上性 這個第三段 就是要來跟我們說 性的明性 就是說 心電動的願國 我們不吃的結性上性 這個結性上性的 我們首先先了解 結性 性就是這個生命體 叫做性 那麼結性呢 就是結合 蓬一個新的生命體結合 這叫做結性 結果呢 第二次 當然 這個願意的歌不合體 結束了 那麼 就算希望嘛 這個願意現在歌不合體 結束呢 就算希望 希望之後 不簡單 中人心會出現 那麼中人心出現呢 他就因得我們去倒胎的地點 這樣 如果是以人道的重生來說 就是呢 去到北部這裡 然後呢 那時候呢 看到北部做會 到最後呢 北部 他們就是 有出這個政會 那時候呢 中人心 看到這個 北部的政會 那個心 參相電動 他就證明說 那是我的 那麼那時候 他的心 參相電動 後 怎麼樣 就 將那個 白部的政會 接觸做我的 那麼他怎麼樣接觸 就是那個中人心 看到了後 當他認為是我的時候呢 那麼 中人心 結局 就希望 他就走進去母胎裡面 跟別母的情侶結合了 因為他因為那個母子 想要接手 想要把他拿過來 問題呢 那個情侶不是他可以拿過來 所以就變成他要出向那個情侶 跟他結合 當中陰心希望之後 怎麼會成不簡單 去跟別母的情侶結合 一當初 新的胳膊就出現了 這個叫做結成 這個叫做結成 那麼 上色的意義就是說 我們中生在母書夷以來 這個胳膊是不斷上色的 從過去到現在 還知道呢 從現在到未來 其實我們就是不斷的流轉 不斷在到一個新的胳膊帶 一生一生當中 就能往上色不斷 這樣 所以當我們結成之後呢 這個生命帶就緣繡了 這樣 所以都說叫做結成上色 其實呢 什麼叫做上色 上色就是指我們的胳膊 指我們的胳膊 因為我們的胳膊呢 有煩惱 有作業 所以呢 它就上色不斷 我們中生這個胳膊的性質就是這樣 上色不斷的 自從過去生 希望之後呢 不簡單現在的生命出現 那麼現在的生命呢 如果要希望不簡單 未來的生命它也會出現 所以其實中生的主體 中生的胳膊帶就叫做上色 所以結成上色 就是只我們中生去倒胎 然後呢 截到一個新的胳膊帶 一個叫做結成上色 那麼 若是騎在這個十二元氣的立場來說 結成上色就是明色參性啊 就是明色參性啊 這樣 所以它這段呢 跟我們說色圓明色 什麼叫做生呢 就是心電腦 這個電腦的心 在這個中生最後 看到北部的政會之後呢 參選一個電腦的心 這樣 這樣叫做色 也是因為這個電腦的心 讓它呢 進步態 跟北部的政會結合 一旦 跟北部的政會結合的時候 那當初呢 就是明色參性啊 所以呢 整個就是色圓明色 因為有這個電腦心的關係 不太會倒胎 這樣 然後呢 截到一個明色 然後再來呢 然後再來呢 生上色骨 如今萬萬 這段 就是說明色圓六處 明色圓六處 當我們的生命上色 當我們的生命上色 因為最初 最初呢 是無態的嘛 明色參性啊嘛 明色參性啊嘛 就是一個心的胳膊體出現啊 那麼這個心的胳膊體出現了 後呢 它的眼色不斷 繞繞繞繞繞繞繞 也可以因為這個眼色不斷 繞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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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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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就是六處 六處是按對出現的 它也是按名色出現 那麼可以說 我們最初倒胎 跟白母親會結合的時候 那叫做皮胎 正說在母胎裡面 有參加一個皮胎 不過呢 我們的經過的肉體 按對來 也是由皮胎 這裡逃逃生中 並不是離開皮胎 另外有一個所在 另外有一個物質 它會參加我們的肉體 參加我們的肉筋 不是 它也是由皮胎的演繡 所以這個生 最小的願國 它的生長 那麼生長了 主筋的緩緩 主筋的出現 再來 再來呢 筋圓圓國 日修養境 告逐筋圓圓撩熬 那麼 就由兩方便來修養境界 這樣 對兩方便呢 就是修養 還要修養 六筋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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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所以這就是修 所以今天去 今晚晚了后就承这两方面 包括笑还有笑 就来受用华材种种的境界 所以这段就是这六处缘笑 笑缘笑 再来受用境果 又丹度又余求 当然受用境界了好 再来呢 我们就会丹度在这个境界上面 我们就会余求这个境界 那么我们要了解 所有的丹度又在余求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爱 很简单 这就是爱 我们接着在这个境界当中 这是什么力量让我们接着 就是爱 我们对境界呢 如果没有贪爱的话 就不会贪着 就不会接着 再来呢 余求 比如说 这个快乐的境界 我们的希望 帮他结合 如果是苦恼的境界 我们的希望帮他远离 所以这也是爱的表现 所以不管担当也好 余求也好 这都总是爱 不过这个爱是怎样来的 就是要受用境界了 它才会参生 所以这段就是 受缘爱 再来的 再来的呢 由余求过 以方便是烦恼主动 这个余求的缘故 这样 余求的缘故 所以呢 我们就会怎么 我们就会对求 我们就会参生对求 这个余求呢 他刚才说 就是爱嘛 不过我们的了解 所有的余求呢 就是说 累心的一种愿望 累心的一种希望的心 比如说 如意的境界 让我快乐 我希望跟他结合 这叫做余求 苦恼的境界 让我参生苦恼嘛 那么 我希望他远你 迷回我的心 所以这种的希望呢 就是余求 那么 在余求之后呢 我们就会采取行动 比如说 去对求 这个 苦恼 对求这个快乐的境界 对求这个乐修 然后呢 败替这个苦恼的境界 败替这个苦恼 所以呢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接触 这就是接触 所以才说 方便 就是说 在余求之后 他就开始 要对求 这样 要接触 然后呢 这当时 烦恼的 主动 正如说 本来是希望而已 其实这也是烦恼 不过呢 在这一步呢 对求的时候 对求的时候呢 这油丸 又是烦恼 不过呢 烦恼一定主动 其实爱跟处呢 他这个烦恼 本体是一样的 爱跟处 这个烦恼 它本体是一样的 其实爱就是处 处就是爱 但不过呢 才有说爱 它是希望 一种希望的生命 我希望 贫如意的境界结合 我希望呢 贫苦恼的境界 管理 不过呢 处呢 就是加亲 就是说这个爱的烦恼呢 力量一定变亲 力量变大 所以呢 他才会开始追求 开始接手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才跟我们说爱言处 处呢 就是说烦恼 又在阻重 烦恼的力量 又在加亲 这样 再来呢 烦恼阻重 过 发起 享有 爱 为爱 与 这个烦恼 一旦 阻重的 悦 就是处 烦恼的力量 一旦 加亲 那么那时候 会怎么呢 他就会 发起 这个 忧伙 割暴 的 这个 爱 为 爱 厄 爱 为 爱 厄 就是我们过期 过期呢 由无名 所創作的 无名 言 行 行 是包括什么 包括福厄 为福厄 不当厄 这就是包含在 爱 为 爱厄 当中 那么 由无名 言 行 所創作的 这个 爱 为 爱厄 当然 那时候 他就 分析 做 经济 嘛 不过 现在 这个经济 受到 烦恼 主动 因为烦恼 力量 加亲 烦恼 变大 烦恼在 变大 的 当时 他就会 去 主动 这个经济 那么 从这个经济 从这个严重 把 引发起来 把 发起 这样 所以这个叫做 处 缘 幼 那么 这段 我们来看 主概 发起 向 油 爱 非 爱厄 贼 为 令 先 所 因 反 爱 非 爱厄 中 出 平 中 前 生 气 果 就是 说 让 过 去 让 过 去 我们 所 因 反 的 爱 非 爱厄 这是在 无名 因 行 的时候 那么 就因 发 这个 爱 非 爱厄 当然 我们 作业的时候 就是 冲着 这个 爱 非 爱厄 又在 作业的 东西 就分 湿 大 亚 亚 识 参行 这个 爱 非 爱厄 的 经济 这 也是 因 法 那么 现在 爱 又 处 这个 烦 不断 不断 的 族 人 结果 就 从这个 爱 非 爱 业 把他 引发出来 从这个 经济 把他 引发出来 让经济 也有 共 台 的 力量 然后 将 处 明中 渲 生 疑 国 就是说 在我们 生命 结束的时候 现在的 生命结束的时候 他不断 就会出现 后一个胳膊帖 他就会出现 这个后一个胳膊帖 他出现 当然 胳膊帖 他是一个结果 这个胳膊帖 有什么会所生 就是有 他的经济所生 你说经济生去现象 经济生去胳膊 不过这个经济 所以在 在最 修仙 分析的时候 他的力量 还不够 力量 还不足 所以他没有 那么多 随着就还没有 他一直到现在 因为烦恼 变大 然后 去 主人 这个经济 让经济的力量 也变大 所以在命中的时候 不简单 他就有 在家 肯生去 所以这些就是爱 这些就是处缘 油 什么叫做油 油就是我们过去 創作的 爱悔 爱业的 那个业情绩 不过呢 他一定受到 烦恼的 主动 所以说烦恼 加清他的力量 让他有办法 躺在胳膊 那当时就 转变着油 再来呢 由所欺欺 主动立国 以五处 生肃中 苦个生 这段的 就是油 烟生 就是因为油烦恼 所发起的 这个业 油烦恼 所发起的 这个业 当然 那个业 是什么业呢 业定嘛 业情绩嘛 那么 受到烦恼 所发起 受到烦恼 所主动的 援国 所以这个业 的力量 它也主动 业情绩 它力量也主动 为什么呢 因为烦恼主动的时候 它连带 将这个业 经济的力量 也主动 一旦它力量主动 它就可以在 五处当中 那么 受到一个 苦个 在这个五处当中 受到一个 苦个 当然 这个五处 都种是生死的境界 我们不管在三岳桌 在人桌 在天桌 这都种是无双 是生死的一种环境 所以说在五处 生死的环境当中 就是这样的苦个 就参生 就是说 我们种一个胳膊 死亡 那么呢 生一个胳膊 才会参生 就是 种一个胳膊 的死亡 那么 生一个胳膊 才会参生 所以 这个死亡 還在參生 這是在哪裡發生的 就是在五處 因為五處是一個生死的環境 就是要在生死的環境 不才有這個事情 有希望 有參生 那麼新的胳膊體出現了 還在思夢 思夢之後 還在生一個新的胳膊體 這樣不可以了解 這輪中是困個 輪中是不可愛 為什麼呢 因為輪中是煩惱 熱力 所創作的 所以這段就是幽 緣 生 再來呢 酷 個 生 義 幽 濃 素 丁 庫 當這個酷 個 參 生 了好 我們的胳膊出現 就是酷 個 生 這個出現的就是生 不過我們的胳膊體是酷個 那麼酷個在生出來之後呢 再來就有老的酷 有死的酷 丁丁 有老 有死 丁丁 很多無量無變的酷 他連帶也會一個一個對的因發出來 所以這個呢 就是生 而 濃 術 那麼 阿民呢 他就跟我們說 為 劣 生 變 於 所 印 濃 術 庫 簡單說呢 我們 所得到的酷是甚麼呢 就包括這個 劣 生 的 變 衣 我們這個劣 財 財 財 那麼在 變 衣的時候 就可以 發出這個老的酷 死的酷 這樣 這個老到死呢 其實就是財 烏公 叫我們的 割 財 財 生 性 變 化 割 財 財 生 性 變 化 本身就是老 本身就是死 這樣 那麼這也是苦 再來呢 當我們接觸 瓦災 會經鎑 把瓦災 會經鎑 那麼當這個瓦災 會經鎑 生 性 變 化的 時 尊 應該要出 這樣 去 笑、淡、苦、熱、鬧 這種種的苦 今天這個境界呢 就是讓我們知道什麼 苦收、六收這樣 這個苦收、六收呢 當然苦收 它也是笑、淡、苦、熱、鬧 那麼六收呢 六收出現的時候 雖然不是笑、淡、苦、熱、鬧 不過它一旦產生變化 比如說六收破壞期、六收消息期 結果呢 也是笑、淡、苦、熱、鬧 其實我們這個境界呢 就是有這個問題 我們攀仁種種的境界 受養種種的境界 不過在有這個境界 因為它是無常的關係 所以中期究竟呢 必定要產生變化 那麼在境界產生變化的時候呢 最終它就會因發出 我們這種種秋淡、苦、熱、鬧 這樣 所以呢 這個就是這 濃、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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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內心變的濃、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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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境界變的 這個秋淡、鬧、鬧、鬧 那麼 是因為我們胸部體 胸部體在最初創著它的陰 還有呢 這個陰受到滋潤的時尊 還有呢 最後胸部出現了 那麽 產生種種的苦 因為它是這個 陰臉傳 情侯 有這種的 關係存在 所以今天 世尊 他不太尊重的這個處理 來跟我們說出 現起的心意志 等於說他頭前呢 經過呢 這樣就是跟我們說出 今天 我們胸部體 自最初 無面子發動後 那麼 分析度 如果他要做為經濟 到最後去倒胎 倒胎後呢 六斤出現的時候 接觸到境界 然後呢 就有感受 有感受後呢 就會產生 煩惱 還在接觸 這個煩惱接觸後呢 又在阻倫我們最初 創著的嚴重 然後呢 不甘斷 新的胸部產生了 所以我們中生 一個生命的流程 因為他之後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去訓 不是尊教這種的 尊力 來把我們按立在二支 然後呢 尊教這個處理來按立 那麼我們看這個主題 現在呢 這個境界變以 所因發的 油淡 口熱鬧 現在呢 這個境界變以 所因發的 油淡 口熱鬧 這個境界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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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力 那麼在其他的 所在呢 意思是說 秋淡 口熱鬧 這樣 如果沒有呢 意義是一樣的 那麼 下面他就繼續跟我們解說 有可愛的書 不相轉變 比相深切 顧面為笑 什麼叫做秋呢 就是說 當可愛的書 可愛的書物 那麼想到無雙所轉變 因為笑的就是無雙 笑的就是無雙 那麼當無雙發生的時候呢 他就產生變化 本來是可愛的書嘛 結果呢 變成不可愛 學者是說呢 可愛的書呢 破壞笑死了 那麼 他不能 英雄不便 所以這就是 想無雙所轉變 那當時我們 內心的 就會 比相 這樣 內心的 就會 有笑 所以這種叫做笑 再來呢 有必 換言 主家夫妻 顧面為淡 就是因為 我們內心的 比相 那麼有處 來發出 這個議言方面的 主家夫妻 這個主家夫妻呢 主就是感淡的一種議器 感淡的議器 那麼這呢 就是一種愛上的議器 我們如果說 人在感淡的時候 會土大開 那是說呢 比相的時候 會淡開 這樣 那就是主跟家的意義 那麼 夫妻呢 簡單說 就是你面子在那裡好 這樣 所以這叫做什麼 這就叫做淡 淡的意義就是這樣 再來呢 因處夫妻 顧面為酷 什麼叫做酷呢 酷就是說 因爲無上 轉變我們的可愛書 我們也參生鼻胸嘛 再來呢 我們進一步呢 就是夫妻 什麼叫做夫妻 對心肝 這樣 對心肝 對心肝 所以這叫做酷 就是說我們因為 被凶了過頭 所以對心肝 這叫做酷 再來呢 萬結 過面為悠 什麼叫做悠呢 就是說我們 內心 懷著這個 萬結 這樣 對這種種不如 他的事物 種種的 這個 不可愛的事物 那時候我們懷著什麼 萬結 內心呢 對他 有參生一種 萬結 所以呢 這叫做悠 就是說 不可愛的 人事物 那麼我們對他呢 參生一種 萬的心態 那麼這叫做悠 再來呢 因爲不可愛的 因爲不亂 過面為鬧 什麼叫做鬧呢 什麼叫做鬧呢 就是說 我們在這種種的境界上面 有不亂去 這樣 有不亂 比如說 可愛的事 我們有不亂 所以呢 在他無上轉變的時候 我們就怎麼辦 就悲傷嘛 就會探氣嘛 甚至呢 對心肝 為什麼呢 因爲我們對他 無人性 對他有不幸 這樣 有不亂 還有呢 我們對有這麼種種 不可愛的事呢 裸懷 萬結 所以這參生悠 那麼我們要了解 這本身呢 就是一種不亂 這樣 心會亂 心會不幸 所以這叫做鬧 讓他有意識 如下 立石分散 除了這些 改水以外 還有其他的改水 不一樣的 那麼我們就要參考 後面 八十八塊的 立石分散所說的 金柱有所說 處地消遺 人意無變 這就是 顧應鑽石 顧應鑽石 今天 我們這裡所說的 就是 境改變 它所因懷的 油淡褐熱鬧 以後面所說的 這個 秋淡褐油鬧 在處地方便的 立得不一樣 處地方便 你說這個排列的方法 立得不一樣 不過呢 道理是不差別的 他說 油淡褐熱鬧 其實就是 秋淡褐油鬧 他說 五個 有可能說 排列的方向不一樣 不過呢 在改水的道理 都總是不差別 所以我們就要參考 八十八塊 那個所在所改水 來了解 現在這裡 油淡褐熱鬧 是什麼意思 那麼時間關係 我們今天 研究到這裡 最好注意 米的中文 謝謝 你